一大群信仲前往全台各庙宇 参加进香活动 没想到却爆出 宜兰有进香团爆发群聚感染 原来是宜兰某宫庙举办环岛进香 4月6号到10号 共16辆游览车501人 从宜兰出发跨越实现市 这群人前往18间宫庙10家餐厅 还入住4间饭店 如今起码有7个人确诊 中部别的县市有一个 南部有5个 加上我们这个加起来只有7个 7个个案 很重要是这个个案 分布在部门的游览车 5天都是重进出这些 5天的环岛进香活动 爆发群聚感染 彰化县服指出 县内起码有70人参加 还可能更多 得尽快找出这些人 另外台中中山医学大学 经传学生确诊 两名护理系女学生 在清明廉假期间回北部 起初一度误传 他们曾经阿妹的演唱会 事后遭证实是口误 这位我们的学生 可能是在信义区 有足迹重复的 那阻力他能把这个 听诊说有去演唱会 消防强调 确诊的两名学生 没和患者接触 不论是学校或医院 都得全面防毒疫情 记者韩志欣 王百英 掌描台中采访报导 做这些资技 有 Christ灵 都得够想好 感谢观看